翼步也是一种向左的造型步 常用于华尔兹和弧步舞中 我们先来看圣辰老师 对男女步伐的详细讲解 我们的主力脚的左脚重心的同时 上重心保持身体左侧不动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做什么 我们男士要去做几个点 也就是说再回到我们的中心 这边翼步 1 2 3 是吧 and 1 好 到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 大家看一个细节 来我们镜头 在这个地方来 看到没有 它的左边的这个跨位和它的右侧身体位置 也就是说它的架形 架形在这里 好 你看清楚 你看我点了它这几个地方 它都会变成异步形态 看到了吗 也就是说它要拉伸它的左侧的横格膜 也就是说它的右屁股的跨位 也就是屁股 就是右边的屁股和跨位 要向和右侧的整个的身体 要给向于女士方向 那么到底是这边先还是右边给的先呢 你看 and 1 好 它一定要想它的整个的右侧 不管是架形 身体 臀 胯 它都要想到它的右边去给到它的左边 而产生的提拉状态 看到了吗 好 再放回来 你看 右边 然后才是它的头 预备 走 你看 保持住 OK 这是我们男士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看到了吗 你们的女生 保持住 那么男士用他的右边 我们是不是女生的左侧身体 这个轴心是贴着我们男士的 那么男士用右边引带我 我们女生在向前进的第一步和第二步 好 第一步我们先不说 第一步 and 1 我们什么都不想 那么第二步开始 也就是说 我的右脚重心向前 我在右边 向右边身体走 一 二 保持 好 这个时候 我要结束这个一步的时候 快到了 这个结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左边进入到男士的左侧空间 保持 明白吗 再看一遍 and 一 二 三 看到了吗 一个先想右 一个先想左 这是我们的一步 OK 这个一步就不用再去讲的那么详细了 那么女生右边是什么 右边也就是说包括你的什么 腰子 后背 驾行 脚 都得要去做 没有一个动作是不做 脑袋 你看啊 我做了多少个 第一个腰子 看见没有 右边身体改变 脑袋 然后想左边 结束 然后去后面 你才能去跳后面的动作 下面是齐之锋老师 对一步要点的解说和演示 大部分人是一二三 这就算跳得好好了 一二三 一二四 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跳了个一步 就是人家只跳了个步 步子 它没有跳出这个步子的精神 精神是核心 应用 是交换 这个平衡和空间 就是应用交换 围绕核心 其实是在空间脚 它不是一个移动的动作 但它也有移动的动法 叫traveling 它在移动过程当中 所以两个人一旦跳舞 就要找到核心 看一下 大概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没有核心 你只是跳了一个wind 那你大概是divewind 现在好多人就到这儿 好 做一个wind 我把女生带过来 会感觉困难不舒服 然后再跳 很变得对吧 其实它是一个交换 交换什么呢 交换空间 空间交换 我是带着这个 不是 你从正面跳的 我其实不是直的 我是带一点点空间 但我又是垂直的 因为我俩之间 我已经走 他还可以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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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抖音看到没有 抖音是一个作品里面 都有类似这么一个工作 就是divewind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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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沿着我这个 我的空间的脚 然后我再转回来 然后这是它的变化 最后再看女生的变化 然后再女光看我的变化 你再用感觉 看中间是不是有一条垂直线 这一条垂直线 然后我这个脚再去 我不用绕着半斤 我就该怎么去怎么去 当然这个动作呢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女生第一步向前 向前你脚打开一点 女生第一步向前 向前你脚打开一点 女生第一步向前是这样的 对吧 第二步向前是这样的 然后脚的位置是能够快 女生第二步 能够快的感觉 第三步就是脚 身体标准 就可以了 不要只是身体向的男生 脚跑了好远 每个男生做了三步 那这个工作就不好跳了 所以你这个三个步伐来说 一是带重心 基本都不是一共这样的三步 它是一次腕重心围绕这个核心 然后呢 脚往这边 脚的脚型是这样的 有点快 是这样的 然后第三步就是脚 就是动 所以从这个画面上 其实我们两个画面 是这样的一个平衷 是这样的平衷 然后在这儿 如果我们交换 我们可以再回到另一个交换点 这就是我们昨天那个动作 我希望大家要理解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病呢 是女生在跑 是围绕的核心去相互绕 有点这个感觉 阿根刚刚有点感觉 这样 这样就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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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们看这个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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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看我俩围绕着一个核心 出去 你看你没弄我转一架 其实你看我让他去做这个问题很难 其实是我俩同时 其实我俩感觉是一样的 对对对 你平时练练两个人核心吗 这是一种核心 核心不是贴度就要核心 可以往那边走 对对对 好 我们做病的时候也是 然后我走 然后我这个动作是在运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异步在华尔兹中的应用事例 好 实际上我在这里 我还可以让他回来 我还可以让他回来 我还可以让他进去 我可以让他回来 我可以让他进去 然后我可以交换 我可以交换 就是这个动作可以衍生出来 很多种变化 但是这都属于 只要到了这边 就属于翼部的位置 就是翅膀 翼部的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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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